审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宣读 报告案 案1 105年第三阶段私有补助分配结果报告案 结论 同意被查 审议案 案1 北投区历史建筑七湖篮球场 登陆理由审查案 结论 本案登陆理由补充后 再提送本委员会审议 案2 中正区绍兴北街 31项53号建物 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并由出席委员同意决议如下 同意登陆为本市历史建筑 2 本案登陆理由补充后 再提送本委员会审议 案3 北投区大同街12号 北投城市祠堂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1 本案由会刊委员组成专案小组 请都市更新实施者 严理保存设计方案送专案小组讨论后 再续送本委员会审议 2 请文化局邀集 都市发展局都市更新处 理清都更案之行政程序 并建立系统性的运作机制 案4 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400号 中国电影制片厂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北投制片厂基地在电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秉持过去历史记忆之延续 及接轨未来产业发展的精神下 或许开发规划 除延续电影产业外 如何保存本场域有形无形的精神及元素 授权文化局处理 以上宣读 另外是有关我们的新晚教委员 有关新有关市立大学之前 我们审议的一个碑的案子 那本局这部分已经发文给市立大学 或许会依据该校的一个回应状况 那是几况来提送文化家审议委员会 以上 大家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就确认会议记录 那我们再继续好不好 第一个是报告阿一 案由新修正文化资产保随法第六条 第十五条 适用及操作报警弓箭 本案依据文化部文资局 105年8月25日 含那办理你情形 新修正的文资法 已经于105年7月27日经总统公布 那本法第六条第十五条 修正对照表请委员参看福建 有关本法第六条 试用及操作呢 他第一项及第二项 规定请委员参看 那其中有关 回避的部分 现行仅规定依刑认程序法第三二 及三三条规定 及有关委员个人利益回避的规范 为如主管机关就其所有或管理具文资 保存价值之标的物 进行审议时 基于秉持客观中立及公平立场 主管机关代表兼任之委员 应立回避 文资局后续亦将 与相关办法中明定 那在未宁定前请各植牙市 县市县市政府就以上桌明方式办理 那有关第十五条的规定是本次新增 那它规定的内容是公有建物及 参照以下的方式办理 第一点 所有或管理机关 就符合第十五条规定 新建文具欲50年之建造物 于进行法律或事实上的处分前 应通知管辖之主管机关 进行评估作业 第二点 主管机关于进行文资价值评估时 得邀请文资专家学者或文资委员 办理线刊 并做成线刊的结果 第三点 主管机关依上刊的审查结果 做成文资价值评估报告 后续可依据该报告之建议 以定是否启动文资列策 指定登入审议或其他事业之措施 那以拟一一文资局的来含办理后续 尽情备偿 各委员对于这个报告案 有没有什么来信 我想请教 那个违避那件事 是指说 假设我们省北门举例来讲的时候 三井仓库 那文化局局长跟东方局局长 都不能出席吗 是这个意思吗 这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部分 因为我们还在跟文化部 因为其实文化部定这个母法之后 其实他们会在定定 这个相关比较细致的部分 但是前端操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文化部 在几次开会的时候 都有做这个严理的讨论 因为以身份来说 在委员会聘派这个组 这些机关代表委员 也是借重他这部分的专业残材的部分 而非个人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其实也跟文化部 也要做比较细致的讨论 因为当然也包含到局处提案的 这个局处的代表的部分 那是怎么去认定 因为在委员会其实是借重机关执行公务 是执行公务的部分 去讨论这个议案 才参与这个委员专业提供意见 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跟文化部 还在比较做细致讨论 因为他们也会订定制法 那还没有说很明确的 把这个条文的身份 或者处理方式 做个比较明确的界定 其实也要跟委员做这个报告 就是像我们局导人身也是 对 副召级人 是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可以与会嘛 是不是 对 目前还是以机关代表 以机关专业的部分去提供委员会 因为其实都还是以共识诀的方式 进行讨论 就是大家多数讨论之后 形成一个凝聚一个多数的概念 去形成一个结论 其实还不至于所谓 还没有那种投票或者那个情况下 所以国务部目前也说 他这个部分细致度还会再做讨论 好 医生提醒报告 也跟各位委员分享 因为当时的确大家都没有想到那么快就通过 那从我们得到这个草案 就一直不断的反应 恐怕要同步开始研理相关的实施系织 可是到今天还是没有 那不论是上个月的这个第一次的文化会议 或者是这个前两个礼拜的 等于这个部长上台 或是文字法通过之后的第一个文化首长会议 这个我们都主动的表达 实施系织如果一日没有办法这个民地 这种尴尬 或者说这个会变成未来很难处理的案例 的情况就不能改善 这个我们已经一直不断的表达 那说实在已经半年了 真的长长半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还是要拜托各位委员 因为在参与不同的这个委员会 包括协助文化部在文资的这个审查 是不是也要替全国所有的执行这个文资 这个保存一直到研究的这个相关的主管机构 让他语法有据 他比较不会产生太多汗梗的状况 然后到最后会把所有的压力点还是回到 对对 因为我当然很乐意 如果今天大家觉得有任何的这个整理 我们愿意提升得出 可是我也很愿意说 在取得大家彼此这个更好的气氛之下 不要参与都OK 所以不是为了事情好 但是现在不管进或退就是失去 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做一个一致性的评估 那我也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担心 当然文化部的规念我们是基本上应于尊重 不过从原理来说 好像这个文化部有很多观念是不是很正确 在我的专业的看我不是很正确 很可惜啦 因为过去我们在有时候跟那个文化部的那个时候 文建会的相关委员代表在开会的时候 我常常提出很多意见 我告诉他很多 那个时候刚好很多文字法要修订 我曾经也建议过我们上上一任的那个我们文化局长 是说我们台北市我们文字会主动 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来纳入他们参考 可是上上一任的这个文化局长好像那个时候快要卸任了 好像没有兴趣不太积极 我是觉得地方实际上的那个经验那个运作 我是觉得有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值得中央参考 可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都不太主动 我记得我们文化局刚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荣应台那个剧长就非常积极 那个时候中央在修法的时候我们主动出局 主动我们这个聚会提出很多方案 那透过立法委员就跟这个这个那个文建会 在立法院开会的时候我们主动出局 因为我们既有很多的经验 我们是需要反应到中央 因为在过去在台湾很多实施的反应的过程中 台北市是一个领和我们的 我们的经验是最多了 那文建会文化局可以讲说 他们有很多B.A.住在中央办事 他们对对方很多实际上是我不太了解 实际上这样 比如说非固执文化当中 我跟他们讲过好几次 他们就听不懂没有办法 我们是人为言轻 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上次有一次在大陆开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文资局的那个负责人 我们就要同在一起 我就跟他建议 他说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还是不愿意参考 我说他说他们来答应说 他们将来修会的时候 希望能够邀请地方的那个文字会参加 提供意见 好像不来很累 所以他们常来以为是说 这个文大学文大好像是这样 这个是应该是互动 互动 那地方有很多跟随地方的经验是这样 当然这个已经我们是尊重这个文化部了 我们也不方便讲的太多了 不过真的是 你比如说以50年这个来说 像联合国有这个古籍上的这个制度 是由专业团体先建议的 在1970年代后来才有被联合国才接受 他也是各个国家 各个专业团体的提供 你比如说50年 我们现在台北市的如果有自治法 自治这个条例的话 我们可以有时候 我是说 比如说专业建筑团体 他们也可以主动建议 比如说有很多特殊的 杰出的这个设计的建筑师所做的作品 那我们也可以请他主动提出来 那我们决定也做 将来就可以让你管 比如说曾经得过这个 这个文艺基金会的建筑奖的 这个有名的建筑师 那么他们专业团体最清楚了 他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鼓励他先事件练起 所以联合国规定最早 比如说最早是讲100年 后来这个年限已经不是必要条件了 变成是有纪念性的 有重要的 有历史事件的这个 我们现在教育部呢 不是文化部了 还是停留在过去的那种观念 50年 50年有的是很重要了 过去100年以上 后来已经不是很必要 不是唯一的条件了 就是它有艺术上的价值 有历史的事件上的这个意义上 有特色的建筑师设计的 这个作品都应该好了 我们也可以鼓励 这个建筑师工会你们就可以提出来 那我们该保存的就可以保存 是不是这样 那这样能够到这个社会上的参与 平常有这个机制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个自己定了 就是建筑工会或者过去有这个历史 或者研究台湾史的 你们有特殊的建议的哪一些建筑 有特殊的跟台湾台北市有重要的历史 或者世界有观念这个建筑物 希望他们主动可以提 不要等到以后了 这个人家要开花了 他在事后才提出这个意见 那这就很麻烦 处理上就很麻烦 那我只是建议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多增加除了文化部这个规定 我们尊重以外 我们平常也可以行为 像建筑工会或者有关单位 这个团体或者史学家 地方文史专家 他们也可以提供重要的建筑 希望保存 我们希望 那我们出去凌估以后 就这样就烈射 这个我们台北市就可以做得比文化部更进步了 更好 免得有时候开花的时候再讲 哇 这不太重要 你比如说 像那个 那个 那个 蒋经我先生的那个 西海 遗手 那就不是因为建年的观移 也不退伍 那是基督会见 人物上会你自己 所以我是这样浅见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就会列入 等一下主席才是 是 是这样 非常谢谢新教授 我们针对这个议题 除了新教授 刚才是指教之外 我们其他委员还没有指教之 我想我们文化局内部 那个 也不能像刚才新老师提到的 我们跟这个中央的主管的局处 主管都做过建议 拼拼就算了 真的吗 那 我早上还在勉励同仁 就是说 我们 在听别人的意见 或外界的这些报道也好 我们要必须非常敏锥 好的意见要马上抓下来 因为智慧是无上的价值 那昨天提到那个 我乱扯了 房屋税 那我看有一个建商代表 还是什么 销售房子的 你说你中央 这个 放任地方政府 无限的扩全 我听得很严重 那事实 他接着讲说 你这个税机 现在乱家都已经超过单 这个基本的建造单价 这完全违法乱计 我觉得这很没道理 我早上就跟财政局讲 这我们要检讨 那可是你听了以后 当随风飘逝也就麻烦了 我刚才听这个 新老师的建议 这非常好 50年这个条件之外 那如果说50年本身也是非必然一定绝对的话 我们是不是照新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部分 我们自己拟一个类似的这个执行的方案 那按照中央的这个文字法 这个修订 未来即使是50年的这些标准或是一个准据 我们自己有这一套执行的方法 我想这个应该提出来 我们在文字会来做一个自我的探讨 那我们运行如果可行 那也可以照刚才金教授提的 我们在建议重要 我想这个可能也要跟这个文化局来做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们对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委员未来这些相关的建议 如果说能够采行的 我们应该都要具体的回应 我想这个部分如果可行的话 就是我们集结府内的相关这个权责单位 来做一个整合 那是不是能够在一个月之内 把这样的一个方案能够严理出来 一个架构就可以 也不必说想花太多时间 但是我们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我们在这个比较空下的时候 也许可以来大家集市广议再做探讨 我想我这个要非常感谢委员 尤其是新教授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导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刚才也是这样听 我倒是有起点建议 我们这个文字会如果这样情形 那为什么不请文化局 文化部派人当委员 我们讲难听就是让他来学习也可以 学习地方的困难经验 这样好听是互相交流 那也不会照说 说这个立了法以后 那个地方的意见都没有在里面实质考量 以前欧静德当副市长的时候 我在议会 后来他很懊恼 他说我在中央 那时候他是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 我一直骂地方 地方都是明顽不灵 我制定的政策法令都不听 来到台北市议会他就说 我干了副市长才知道 那个中央都简直不食人间烟火 我就搞不清楚地方的困难食物在哪里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这个状况 对不对 他也退休了 没有用啊 我觉得刚才这个部分 也许我们 就是说可以的话也不必等 去检视一下我们委员会 所以如果还有名额那个方 这个签报 现在就开始邀请他来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建议就是说 刚才讲这个回避的部分 他现在这样子随便讲说 你照这样一个规定先去做 我们不如自己提一个因因的原则 把你们刚才讲的实务运作 或各方面你的想法 我们就在自己委员会先 审视以后就按照这样的情形 各取出 将来有碰到被中央规范要回避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原则先做 好不好 我想这可能也是会比较实际的 那 对于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的机关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建物 要 未来要做任何的处置 我们也不妨 也借这个机会 自己先定一个内部机关的流程 好不好 就是我的规范 我的将来 我现在就是在没有明确之前 我自己要运作的规范流程 那这三项其实建议文化局 就是说 看是要文字会先讨论 还是说 就直接先签报报事跟会议来报告 我想这东西也不可能拖太久 好不好 那这东西可能也是要听听看各位委员的意见 就是说文字会是领导市政府还是市政府领导文字会 那如果说是文字会领导在文化政策上面来领导市政府 那我们就先报到文字会来审议 来大家探讨 那大概大体架构原则定案 那我们再签报市长 来报这个市政会议好不好 那如果说 我们大家都不介意 为了行政效率 那允许文化局先报这个内部的城河 报这个市政会议 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文字会来再做 这未来运作的这些具体的这些事情或修正 这也可以 就是看这两者 大家有没有太 就是说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这个坚持 好不好 就是说这个可能我们在会议结束之前 我们再来听听看各位委员的意见 好不好 总而言之 聘委员 对这个回避的因应 的原则 那我们在自己 在相关机关 针对50年的这些建物 他未来处置 要来做的这些相关的管制的 规范的流程 这三个部分 我们请这个文化局 一定也要能够在1个月之内 把它完成 好不好 然后包含第4项 就是商财新委员 具体的那个婚姻 他整个因应策略的这个婚姻 看看也是结合相关机关 好不好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这个报告案就 这个准许被查 但是附在这4年建议把它列上来最终 我们都第一个月之内完成 好不好 好 所以的话我们就继续 審议案一 案由七湖篮球场历史建筑 登陆理由及公告事项审查案 有关七湖篮球场历史建筑登陆理由及公告事项 细一句前次第84次文字会讨论结论 带补充登陆理由 那有关基本资料跟之前专案小组会刊的相关会议记录 请委员参见附件 那有关登陆理由 这次修正如下 一 七湖球场创建与自契兵团所属的眷村有相关 尾光复出其篮球运动发展中药球队 七湖篮球队主要活动场地 培育不少篮球国手 二 民国四十三年因部队调动七湖队离开北投后 成为北投当地球队训练的主要地点 七湖球队亦有不少国际性活动之记录 包括美国龟族队哈林队曾多次来台与七湖队进行友谊赛 对带动当年篮球风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具有运动史上的价值 二 七湖球队于民国四十年建成 人占地两百多坪 包括四个天桥市的入口及十五街的看台 且具检疫夜间照明设备 为当时台湾少尖设备完备的露天篮球场地 现有基地虽多以改变 仅存入口门住及看台一段 为人具一定历史记忆特色 第三点 符合历史建筑登陆废址审查 即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次平定基准 保存范围是现存看台及门住 后面是包括地形地极图 红色区域是匡列的看台跟门住的位置 那这是现场的照片 基本上基地的现况目前是做停车空间使用 那看台是可以见到是在这边 那这是再次网络的历史照片 请委员参看 那以上提醒委员会审议 并将依据审议决议办理后续 我们也可以提醒是在想做 我们建议商 请示艺图 本部门也会重Mo vicemax 赞西路ely 对不起 Clan Dave 議会讲 相次两次 我们的建议是说 原提案的一个小组 能够再强化一些梭理 我們那個時候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 主要是記憶 在臺灣的這個南球的發展史上 其實在民國36年就有所謂道明堆 這個南球戰 關戶不久了 臺灣34年關戶 36年就有道明 那個時候道明就是魏道明 就是臺灣省的主席盃 道明盃 那臺灣在民國38年 就有開始有這個全省的南球聯賽 那麼38年就有臺灣省提議會籃球協會的成立 所以39年到民國81年 歷史有41年 這個是臺灣最長久最重要的比賽 這個比賽 這個時候的南球場是在什麼地方 是在鐵路的南球場 就是鄭州路 所以我的意思說要把這些歷史有關的 那我們這個相對於它的重要性 因為我是看到這個好像這個七府 這個七府的南球場是民國40年建的 43年他去部隊去調動 所以實際上在這裡七府只有三年 後來因為這個恆西 因為河川整治以後 那這個就被破壞掉了 被破壞掉了 所以我是說可不可以再強化一點這個 在整個臺灣的 雖然他七府是很有名 那個時候跟他同樣有名的另外一隊是大鵬 大鵬是那個空軍 那個時候王老虎 空軍叫王老虎 這兩隊估計競爭得非常激烈 那大鵬的這個球場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空軍新生社 就是現在我們的那個 雖然那個拆掉了 不過那個空軍還在 大鵬還甚至到菲律賓受藥去比賽 非常有名 後來這個七府隊跟大鵬隊變成 菲律賓變成了這個就克難隊 克難隊的球場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三軍球場也被拆了 這個就是世界有名的三軍球場 三軍球場那個時候 哇 非常轟動 那時候我剛好在大學二年級當助教 不是 當什麼 當家庭老師 每一次這個籃球比賽 學生自己要求 老師公主不要上課 我們就聽廣播 大陸的也就是專門在聽 所以是前兩岸都非常轟動 那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到現場 都是聽受益的 不過一頭頭腦機梯的全省大家轟動 叫呼啊 轟叫了 這整條街就跟後來的那放球隊的熱鬧是一樣的 可惜三軍球場也被拆了 民國三十六年最早的一個籃球場在什麼呢 就在現在的二八功能性工業 我說相對這幾個工業當中 它的特殊點 這個七五個籃球場的特殊點 在上面能夠再強化一下 那這樣子能夠有一個互相交代 這個有它的特殊點 那我們就尊重它 是這樣的意思了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是一個利劍也好 或者補習也好 它是一個歷史文化的一個載體 載體 所以跟那個大同隊後來就變成克蘭 克蘭就變成這個世界上很有名 四國五強賽就在這個三民州之下 所以我是這樣的建議 但是我還是尊重那個文匯的這個舉例 如果要做的 如果要這樣子就可以的話 我沒有反對意 好 謝謝馨老師 其他委員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那我們這個案子要給他照案 通過來歷史建物 還是說要在 通過了嗎 已經通過 今天是補充登陸旅遊的適用內容 那普通登陸旅遊就更容易了 那還是要照馨老師講的 那我們原來這個主席都不見了 我們原來這 要強化 剛剛馨老師講的這個很具體 最起碼你怎麼是歷史文化的載體 要能夠呈現出來 如果人家將來掐了你說只有三項 三年那得了 好不好 好 我們還是這樣子吧 再三個 就是還是回到原來就是把這樣的一個 特殊點 這些相關的這些登陸的旅遊 開得法 這樣能夠深化具體 好不好 好 那這個 這個我們自己將來幕僚單位 可以先看 又符合到 新老師這樣的一個期待標準的送出來 會不會浪費時間 每次開會一定要送 不見的 好不好 沒有 下次送一定要能夠讓新老師 各位滿意才能送 要不然的話 我們就要想去過 又不要問你不要說明一下 因為應該上次的決議 已經是請召集人先看過 所以可能要說明一下 沒關係 好不好 這個 召集人來了 召集人來了 召集人剛剛馨老師講的 沒聽到 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把這個意思傳給召集人 好不好 那那個具體的這個 這個改正或是加強以後 再轉換 來我們第二個 審議案2 案由 紹興北街31項53號 糧食局倉庫 歷史建築登陸理由審查 審議案2 紹興北街31項53號 糧食局倉庫 歷史建築登陸理由審查案 提起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八條 歷史建築 登陸廢職 審查基礎 主辦 辦理情形 指案基地位於 本市中正區 紹興北街31項53號 坐落於 中正區成功段 一小段 一小零低號 所有權為財政部國財政署 那本案是 民眾於105年2月25 填具 提報表向本局提報 而本局於105年3月14日 辦理東正區 少興北街31項53號 建物列車建物現場會刊 結論略言 本案依文資法第十二條 列車追蹤 並請提報了依委員 意見在新深入考考 考察其真實身份 至相關歷史資料文背後 續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事宜 原始本局 本局 確定職權 並依文資法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而本局於105年5月5日 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刊 依第84次文資會會議結論 原則同意登入少興北街31項53號 為本市歷史建築 為登入理由待補充 再提本委員會審查 農糧署提供此建物的創建 年代及使用嚴格 本建物創建年代為48年2月27日 興建完成成為糧食居 台北管理處辦公處所 民國66年1月11日 紹興北街31項39號辦公房設 完工台北管理處改遷於此 使建物成友堂接用文件會 台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 本建物一樓前段及二樓 全部依據農委會 1991年4月23日 全部藉由 國立傳譯中心 民族音樂研究所 規劃建制全國文化資料庫 專案工作 借用至1997年12月31日 1993年1月28日 也同意借用房設一樓後段 於農委會林務局 森林祭資源自然資源保育警察隊進駐 在97年4月7日 移交由財政部過財政局 台灣北區辦事處接管 這是建物的地域圖 那你辦 歷史建築登陸理由及法令依據 本基地為愛國婦人會創立的愛國高等基義女學校所在 提供戰爭中犧牲之遺族仍在此辦公辦讀 後因中日戰爭擴大影響1938年 1938年廢校 建政日治時期愛國婦人會在台推動女子職業交易的歷史 本建物興建於民國48年 成為台灣舍糧食局倉庫 此外 因位置 因位置臨近 華山車站 戰爭前後作為國內外米糧集中 並分配運送到各的處置儲放地點 故本建物與日治時期級戰後的糧食政策有密切相關 那建物保存大跨度募行價 身具特色及保存價值 你辦 本案提醒本委會審議 這個案子 補充說明 這個案子在上一次委員會議的時候 已經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然後這一次會議也是把他的登陸理由做個補充說明 然後提醒委員蔡岳也有訪問 好 我們來事前 請各位委員 來請教科 正對這個案子登陸為歷史建築 上一次 在這個出陸的廢單 所謂的統議 登陸理由 今天登陸理由就這些話 是要講的 這之前 好 周圍委員會的 持教育 沒 一根明 第一點吧 就是 說建政日之時 第二國夫人會在台推動女子職業教育的歷史 其實他主要的目的是在幫助這些遺族可以生活下去 所以呢 其實推動女子職業教育來說 它並不是特別的重要 因為其實 那個早就在推動跟職業教育相關 但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讓這些遺族他可以生活 所以這個地方要修正一下 不然他會誤以為說他在職業教育上面好像很重要 可是他其實他的重要性不在這裡 所以他才可以 後來因為有其他這些糧食要分配的需求 然後他就可以廢校 因為如果是職業教育的話 他其實不會輕易地廢校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調整一下 可能是說今天是直期日本政府政策 所推動的愛國婦人會的相關活動的建政 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 謝謝 這我們可以幫忙修 同化學可以會或幫忙修 可以好 其他委員有沒有建議 就是登錄的理由 有沒有 那以現在這樣的理由 柯委員可以接送 對這個內容沒什麼問題 據我曉得 目前這個基地 事實上是在台灣音樂館 就是台灣音樂館的裡面 它根本沒有向外的道路 當然不會妨礙它 此地或不此地 可是 未來再利用了 或者是目前的情況 怎麼處置 是不是也需要考量一下 這個問題這樣提出來 那 這個委員具體建議的 就未來再利用嗎 就是說 您的看法 沒有想到用這個方式來再利用 但是呢 我覺得現在 是屬於台灣音樂館 對不起 台灣音樂館 這樣子的一個機構裡面 他們有沒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說他們怎樣運用 謝謝主席 還有各委員 台灣音樂館這邊補充報告 那 它現在這個委員會指定的這個房舍 它是在國有財人署 它整個要開發的 那照片可以看得到 它要開發的 在裡面的 有點接近中間的位置 那 房子 也很感謝委員有留下來 那 可是它的出入通道 它是不是也可以一筆的 委員考量 就是把它列為這個 它的一個保存範圍 要不然會變成在文資法裡頭 它只有房子保存下來 那 國產署跟鐵路局都要拆掉 它的一個主要通道 那等於這部分會變成後續 不管是誰去營運都會產生很大的困擾 簡單講就是沒有出入的一個通道 沒有 我換錢 出入通道應該怎麼處理 然後主席 我們後續可以利用那個 登入的基地範圍把它變大的話 然後讓這整塊基地變成比較完整 然後讓它變成建築物有一個前後出入的一個通道方式來處理 這符合規定嗎 可以 登入基地範圍可以自己這樣擴大 只要文資委員同意的話 我們這個都可以做一個登入的一個土地的一個擴重 就是不一定要純粹是建築物本體的投影面積而已 它可以針對周邊環境去做一個登入範圍 OK 那今天這個部分你要登入基地的範圍要擴大要怎麼決定呢 還是後續在作業 登入範圍要今天決定嗎 跟主席報告就是如果從圖片看 那個就是左下角 左下角這邊荷花池 那拍攝的位置就是在這個音樂館 就是現在保存的這個館設 外拍 然後通道就是在這邊竹林圍牆 那如果從外面看 就是從這裡進去 這個位置進去 那前面有一個門柱 然後從這裡的一個通道進去 那就會經過祠堂 那進到館內二樓 對 那陸基地範圍擴大也要違規確認的 對 要違規確認 所以今天也沒辦法決定 對 主席 其實它這個基地喔 就在那個華山的旁邊 所以可能對於它 有幾個那邊出入口的那個 相關性可以去看一下 這樣會比較公正 對 對 它的通道 目前的主要通道就是照片這個通道就是在126-1的這個地號裡頭 然後在這上頭這樣子 沿著這樣走進去 這樣 還有後面 後面那個要想 對 那當然後面它 對 這邊是有個停車場的一個位置 這樣 那現在框紅色的就是現在委員討論不要把它保留下來 已經確定要保留下來 那它有點在基地的中間 這樣 這樣好不好 那個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的意見的話 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說 登錄理由 要補充送董文會審查 那今天在這個登錄的理由 我們就給它確認 好不好 那剛才要修正的部分 請文師修正完了以後 尤其給提議委員再做一個確認 那我們就下一次來做這個回紀錄的確認就可以了 那但是就是說 這個案子除了這個登錄理由之外 那麼針對這個出入通道的相關建議 必須要給它審慎的考量 那麼 透過這個登錄基地的範圍確認 來做相關的這些處理 那必要的時候 我們還是請這個文化局 召開一個現地的會開 請相關的單位跟委員去參加給我們一些建議 好不好 那如果說要委員會確認 那我們就以後再哲席再提委員會確認 好不好 那這樣可以的話 我們今天登錄的理由就給它確認 好不好 好 下一關 審議案3 案由市林區市林國小圖書館中山堂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行審議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七十八條 古蹟指定及廢職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登錄廢職審查及主辦法 辦理情形 本局簽於105年3月受領民眾提送市林國小圖書館工會堂 據古蹟或歷史公會堂 據古蹟或歷史建築 價值建造物體報表 本局並於105年4月12日邀請委員至現場勘查 會議結論略以市林國小圖書館工會堂 據文化資產價值建議列策追蹤 市林國小圖書館鑑於1915年原為阿智蘭工學校向東講堂 目前為該學校圖書館 校內中山堂日治時期為市林工會堂 目前為該校辦公室及列策 市林國小於105年6月43日 含送古蹟指定或歷史建築登錄申請表向 本局申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本局於105年7月6日邀請委員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現場會刊 結論如下 以本案建物經委員綜合討論 書簿認定據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專案小組之憲看意見 後續將會審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另有關本案委員建議據文化資產價值之 八字蘭工學校門柱 會請市林國小提供相關實料 後續將納入文化資產評估報告中 公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有關本案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請各位委員詳閱書面資料 有關圖書館前方八字蘭工學校門柱 主義士林國小105年8月9日提供資料 門柱因為民前14年簽制限職 並改名為八字蘭工學校時所設立 後校門改建時採處 並於學校優質化工程時 以至圖書館前 圖書館地級地形圖 小方框圍就是門柱為門柱的部分 中山堂前身士林工會堂的地級地形圖 會堪當日照片 有圖書館外觀門柱照片 室內及室內舞台部分 中山堂會堪當日照片 有前面的門廊以及向北側及室內照片 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圖書館的部分 創建年期為西元1915年 建物及其訂住土地皆為室友 管理機關為士林國民小學 現況為學校的圖書館 登陸範圍影響評估 本案範圍土地皆為室友且為學校用地 管理機關有保存意願 有關圖書館門前八字蘭工學校門柱 建議納入本案保存範圍內 中山堂的部分 創建年期至少在1946年前 推測應該在戰前即存在 二戰後僅於1946年大修獲登記 現況為學校的室內活動空間及辦公室 登陸範圍影響評估 有關本案 交通局於105年4月18日來韓表示 本府打造第二條中正路計畫 經評估不致影響校內圖書館及中山堂 你辦 一 本案你請同意登陸 市林國小圖書館為本市歷史建築 文化資產名稱 圓八字蘭工學校講堂 種類其他講堂 位置或地址 台北市市林區大東路165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建築物座落土地為市林區關華段二小段五十五地號部分 建築物總面積為367.71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實際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陸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市林國小前身為設於知山岩開張聖王廟內之知山岩學堂 為日治之初1895年全台最早設立之學校 後改稱為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八字蘭工學校 1904年新校舍落成後八字蘭工學校簽制限制 本建築為大正五年 1916年新建之專道校舍 為目前校內唯一流存之日治時期新建築建築 建政士林國小百餘年的學校發展歷史 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建物形式為1920年代前後流行之折裝主義 並保存當時的建築本體 圓拱窗、伏壁、舞台等 具有重要的價值 獎堂前方的八字蘭工學校 時代門柱 自機雖經過修整 人為學校的重要時機文物 3.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二條第134款評定基準 保存範圍全棟建物及八字蘭工學校門主 2.你請同意登陸 市林國小中山堂為本市歷史建築 文化制裁名稱 原市林工會堂 種類其他工會堂 位置或地址 市林台北市市林區大東路165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之地號及面積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市林區光華段二小段55地號部分 建物為市林區光華段二小段21369-12地號建號 建物總面積1019.97平方公尺 保存面積須以實際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陸旅遊及其法令依據 1.市林國小中山堂原為市林工會堂 1930年代興建為人民團體學校社團等表演及文化交流之場所 代表當時社會發展狀況與地方活動 建政台灣早期公民意識提升至現代生活場域 本建物佳後座為中山堂 留存當地居民之生活記憶 具國民教育推廣價值與社會意義 建築隨今增改建 為徹記人保佑原貌 2.建築牆體部分門扇與開窗間可呈現當時建築之特色 4.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止審查及補助辦法 第2條第1、3、4款評定基準 3.本案請本委員會審議並因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令本案提報人岩山里王之安里長現場提供書面資料 請委員參看剛才發放的書面資料 我們要不要請提報人數 好 我是本案的提報人 好 那我先要講一下第一個先向是怎麼抗 因為你們在網路上資訊都已經公布什麼時候要審查 可是你們卻不窮之激發的人還好有分局 這樣子 沒有一個激發的人會在歷史之間請假 那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先講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我們的歷史資料 我們提報很多歷史資料給文化 文化局的疾巴單上面為什麼都沒有附在日據時代的一些所有的資料照片 完全都沒有 讓我們寫什麼 買尾復電子檔 另外一個就是說在上面發報的資料是錯誤 上面錯誤的地方 例如說士林公會堂在1930年之前就已經蓋好 而且是在以前朗老師的書上面寫 而且他提到說這個建築非常的重要 我想在這邊在座的委員不是專業者 所以建築樣子我就不再去提他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再忽略掉士林國小裡面的一個創辦的是一則修二先生 一則修二就是我們在台灣的近代教育非常重要的一個人物 也就是說他跟士林國小之間有個延續上的關係 我們如果把士林國小跟台中清水國小來看 台中清水國小已經是古蹟 為什麼今天提報一下子就把它弄成歷史建築 因為我們提報一開始就是提報古蹟 我覺得這對提報的人來講是非常不公平的 資訊上面也沒有把它透露 我們的資訊 我們要跟委員資訊有完全都沒有在這邊被完整的呈現 那我剛剛講到說一則修二這段 這段事情就是需要提醒一下我們市政府 全台灣的所謂的一個進入到現代化小學教育 就是從一則修二開始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還不能把它列入到古蹟這件事情 當然我知道說這個建築不是一則修二改 它是一個延續性的歷史 如果我們還不能 那其實我們對士林國小是台北市第一個小學 那這樣子的非常經典的一個建築樣式 然後如果局長去查一下列車名單 我也可以跟局長講這個列車名單 士林國小的那個禮堂至少列車16年 如果我們再像上次一樣 列車列兩次以後就把它取消 不能列兩次 那我們會留下什麼 我請在座的委員考慮一下整個士林街區的一個發展 在我們的士林國小旁邊 至少有十棟是列車的包括軍藝所 那這樣子的文化資產 我們是一次一次要把它弄不見 還是要透過都市設計、都市規劃 讓它給新舊并程呈現 所以在此我懇請我們在座的委員 讓士林國小這兩棟建築物 它是被登陸到古蹟 而不是說只是比較 位階比較低的一個歷史建築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可以留下來 李長 那個各位委員 還有宇宙的市府同仁大家好 我是顏三里的李長 就是我的資料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有書面畫了 因為我比較習慣把東西書面畫 還有這個圖 所以我這邊這個圖很重要 就是要強調 其實在我們士林區真的最有特色的 三個旅遊軸線 而且重要的很多的歷史留下來的 都是有一些關聯的 一個是1919國民 就是國民政府之後對不對 然後一個就是日治時期 一個就是張全謝鬥 以及張宗人的歷史文化 所有這些你看我都把近年我們 市府認定的或是國家認定的古蹟都列策 還有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士林國小圖書館 以及工會壇應該要把它變成古蹟 你們看那個蔣中正跟宋美林 故居是1950年的蓋的 可是他也變古蹟 玉草山那個玉兵館也變古蹟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每天上資三岩運動 一定會遇到日本人來看 那個就是所謂的十六四先生之母一定會 還有公務員還有他們的小學生 那現在剛好都發局也在堆動士林 那個資三岩運警官管制方案 有一個重要軸線也是這個參道 就與農路作為一個參道 假設這個參道沒有連到士林國小的 工會堂跟圖書館就沒有意義了 因為是那些學生經過這個參道 到山上進行打掃以及膜拜的這個過程 很重要 所以還要求那些建物要退縮 我跟你說 我去過很多國家 我們真的不需要百貨公司那些 今天早上我剛好在那個 吳碧珠父親的公寄也遇到這些里長 就問他士林以前是什麼 很多運河很多古具 我說哎呀早在六十年前 如果我們有另類的都市計畫 搞不好我們現在是世界威尼斯第二 那些運河那些古境都在 可是我們卻沒有這樣子的想像 都把它填了 蓋那些百貨公司 蓋那些高樓真的很可惜 那我知道大家要成為 古蹟建築物的建材本身很重要 所以里長也不好當 我已經幫大家找到建材了 就是你們看 我那個第四點 第五點有寫到 那就是那個現在志義路一段的七十八項 有延山新村要拆 那整個金群局延山新村周邊 都是以前的那個日志時帝國大學的 育科學院 所以那邊有很多黑瓦 還有就是中永街四十項有五棟台大宿舍 都半島或有的全島有一戶還有人住 那有一戶因為要有一個建商開發馬路 就把廁所什麼弄掉就很可惜在那 那那些黑瓦 我不曉得我在這裡呼籲它會不會真的被保留 如果它沒有真的因為我在這裡呼籲被保留 而繼續被開發挖走就非常可惜 我可以大概九成跟地方騎勞的口述 一定就是日志時代留下來的黑瓦 所以如果我們市營國小 要真的把它重建成很有特色的古蹟 建材可以從那裡索取不是個問題 就是看我們要不要來推展這個市營區比較重要的特色 所以我還是滿呼應蕭先生就是把它列為古蹟 謝謝